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明朝万历年间,广元县某乡有个男子叫杨善 自幼父亲病亡,他便跟着母亲梦逝,相依为命 由于家中贫穷,杨善经常上山打柴,采草药 借以换取一些钱财,贴补家用 深山之中,非钱走兽颇多 野兔,野鸡,野猪常年在林中乱窜 杨善本可以将他们捕获,拿到城里换钱 但是他心善,不愿杀生,因此他从来不去山中狩猎 梦逝得知儿子竟有这菩萨心肠后 不由地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万物皆有灵,我儿不杀生 必定敢动上苍,将来定有大福 山中的动物,确实很有灵性 他们看到其他村民进山 立马会迈开四腿,张开翅膀,疯狂逃窜 然而见到杨善来了 他们不但不会逃跑,还会主动跑上去迎接 在他身边追逐嬉戏 这日,杨善正在林中找草药 一条白虎忽然慌慌张张,跑到他面前 直直无无叫了几声后 就不住用嘴去叼他腿上的绑带 杨善愣了片刻,便明白过来了 这狐狸有求于他,示意他跟他走 杨善便道,你是让我跟你走一趟吗? 是的话你就点点头 直五,狐狸叫了一声 又使劲点了点头,杨善不再犹豫 提起镰刀,背上背搂 便跟在了那白虎身后 一人一胡,在林中穿梭一阵后 来到了一个才挖不久的陷阱前 这时,杨善才发现 另一只个头较大的白虎 掉进了遍布竹间的陷阱之中 已经浑身是血了,但还没死 还在竹间上坐着垂死挣扎 其叫声凄惨,实在可怜 原来你是让我来救你同伴的啊 见状,杨善不由自主地 对那带路的白虎道了一句 白虎使劲点点头,又抬起前腿 直起身子,向杨善做衣 这意思很明显 请这小子,一定要救救他的小伙伴 杨善也点了点头,随后朝四处一瞅 挖了几根藤帘,绑到树上 掉进陷阱之中,再顺着拿藤帘 下到井中,小心翼翼地将受伤的大白虎就出 小白虎见了,不住上前用舌头去舔杨善的脚背 以示感谢 杨善见那大白虎只是后腿被逐渐刺伤了 性命并无大碍,便给他找了些止血的草药 浮在伤口处 就在这时,林中又响起一阵脚步声 小白虎听的这声音,不由地朝脸子东北眺望了一眼 紧接着就吓得浑身打颤 他掉转身子就想逃跑 可看到身边受伤的同伴 他又不忍离去 哪个狗东西,竟敢抢我的猎物 忽然,一声怒骂从杨善身后传来 杨善微微一侧身 这才发现是村人侯山来了 这个侯山,跟他爹一样 都是个猎人,常年以捕猎为生 这父子二人,纵横山林十余年 杀了不少牲畜,因此林中动物 见到他们,都像见到温神一样 唯恐躲之而不及 杉哥,这是你妈的陷阱啊 杨善赶紧起身 向侯山行住墓里 虽然他并不怕塌 但基本的礼貌 他还是懂的 不是我挖的 难道还是你妈的不成 侯山见那只小白狐想跑 便弯弓搭建 准备射杀 见状 地上那两只白狐 都十分惊恐 尤其是那只受了伤的大白狐 就是想跑 也跑不动 杨善救护心切 赶紧一个闪身 挡在侯山面前道 杉哥 别杀他们 他们真的太可怜了 我不杀他们 那我吃什么 用什么 滚开 侯山一声怒吓 抬腿就踹 杨善没有躲闪 硬生生挨了一脚步说 用弯腰从背楼里 抓了两根新鲜的人参道 这是我才挖的 今日你放了他们 我就把这两个人参送给你 你看他们的成色 至少有十年了 卖个十两银子完全不成问题 这人参的成色确实还不错 侯山一转眼珠子 坏坏一笑 收起弓箭 抓了人参 揣进怀中道 好 那我就卖你一个人情 放了那两条牲畜 谢谢杉哥 杨善慌忙抱拳行礼 侯山也不回礼 只扬起一手 指着树林西北角的方向道 你看那是什么 杨善不知事迹 慌忙转头 侯山趁机挥起一记手刀 将杨善砍晕 随后追上那只受伤的大白狐 拎住他脖子就走 那只小白狐见了 赶紧迈开四腿逃跑了 侯山追了一阵没追上 只得带着受伤的大白狐 骂骂咧咧回村了 等这小子一走 那只小白狐又窜到杨善身边 不住用舌头去舔他的脸 不久 杨善才从浑浑噩噩中醒来 那小白狐见状 又不住给他做衣 看样子还是请他出马 就那条受伤的大白狐一命 杨善想起刚刚之事 心中还有些愤懑 虽然他心地善良 但并不代表他可以被人欺负 于是回到村中后 他就戴上镰刀 要去找侯山理论 可来到侯山家门外时 这小子的院门紧锁 杨善心头诧异 难道他还没回来 还在山中狩猎不成 此时 一同下山的小白狐 又用嘴去叼了叼杨善的绑腿 示意他跟他走 杨善会议 赶紧跟在了他身后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有钱的人家已经开始上灯了 杨善跟着小白狐 到了里长常有才的家门外 这时 他才发现 侯山那小子 竟将抓来的大白狐 连同抢来的两根人参 还有一只野兔 送到常有才家里来了 侯山如此八戒讨好常有才 究竟有何用意 原因很简单 常有才有个女儿叫常玉霜 棉方二八 不仅知书达理 长得还十分漂亮 如天上的嫦娥仙子一般 最重要的是 他还没有嫁人 村中的单身青年 做梦都想把他娶回家 杨善也喜欢常玉霜 但他只敢偷偷喜欢 并不像侯山这样 表现欲突出 因为他知道自己家穷 人又没出息 根本配比上常玉霜 这种才貌双全之人 常有才知道侯山 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便板着脸问道 我说小山子 这东西都送了 天也黑了 你是不是该回家里 去生火做饭啊 你爹估计也该回来了吧 他若是见不到你 岂不是还要着急 嘿嘿 李长 我爹知道我来您这里了 他是绝对不会着急的 我说里长啊 那兔子皮不好吧 还是让我帮着把他杀了 再给您露一手 陪你喝两口小酒吧 侯山嬉皮笑脸地说着 那你还等什么 赶紧去弄啊 常有才老婆柳氏 好吃懒纵 他本来就不想做晚饭 如今听侯山这么一说 他更是安安一阵高兴 今晚解脱了 又可以吃现成了 你这傻婆子 难道不知道 侯山死皮赖脸的留下来 是有何居心吗 常有才看到侯山去包兔子了 不由得狠狠瞪了柳氏两眼 柳氏冷笑道 我咋不知道 他不就是惦记着咱们家的玉霜吗 如果这小子不是想打他主意 他会三天两头往咱们家跑 既然你知道他的来意 那你还留他干什么 常有才更加生气 以至于眉毛胡子都快竖起来了 柳氏偷乐道 当然是留他干虎啊 这可是他心甘情愿的 怪不得谁 常有才听了竟是一阵无语 气呼呼地回唐屋喝闷酒去了 杨善在围墙上看到侯山正蹲在柴房外 麻利的江野兔杀了 挂起来包皮 心中直痛恨自己没有三头六臂 不然一拳头也把侯山砸晕 将那野兔也从他手中救下 就在这时 小狐狸忽然从墙头跳下 静止朝院子东北角的 一间偏访而去 柳氏刚刚正式将那只大白虎 关在那屋里的 小白虎大概瞧见了 所以迫不及待地跑过去 想要用头将房门顶开 好救出他的同伴 杨善见那侯山包完了兔子皮 进柴房去弄菜了 而常有才又在堂屋中 他便胆大的跳下围墙 静止朝东北角的那间偏房摸去 常遇双听婆婆说 侯山又来家里纠缠了 便气呼呼地找到常有才道 爹 我不是说了吗 我不会嫁给侯山那种人的 你怎么又把他留下来啊 我可没留他 是你娘留的 要怪 就怪你娘去 常有才美好气地回了一句 常遇双皱了皱眉 想去找老娘理论 这时 刚从茅房出来的柳氏 碰巧发现杨善在窍房门 准备救那只大狐狸 柳氏一惊 慌忙大叫道 有贼 快来人啊 抓贼啊 说吧 他转过身就要朝唐乌飞奔 杨善是做贼心虚啊 慌忙摇头摆手道 我 我不是来偷东西的 嗯 这不是杨善那小子的声音吗 柳氏知道这小子老师 瞬间也不害怕了 赶紧停下步子 回头看了几眼 没错 那个贼正是杨善 没想到这小子 竟然跑到自家院子来偷东西了 这还了得 柳氏一怒 三步并两步走过去 猛地扬起一手揪住杨善的耳朵道 臭小子 你不是来偷东西的 那你偷偷跑进我家院子来干什么 我 我是来要回属于我的东西 杨善红着脸 结结巴巴道 猴山送给你们的那只狐狸 还有那两个人参 都是我的 它是从我手里抢了的 那两只人参我就不要了 不过那只狐狸还请你给我 哎呦 你小子上门来偷东西 还偷出礼来了 柳氏冷哼一声 揪住杨善的耳朵边往唐屋走 边说道 走 有什么话跟你们礼长说去 怎么回事啊 常有才见二人进了堂屋 不由地携了杨善一眼 杨善见长玉霜也站在常有才旁边 荒芒红着脸 埋下了头 柳氏将手一松 又猛地将杨善推到常有才身边倒 这小子翻墙进院子偷东西 却还阵阵有词地说 我们家的东西是他的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杨善又慌忙摇头摆手 常有才冷声道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杨善忙说道 我的意思是 那两只人参是我找到的 那只受伤的狐狸 也是我从陷阱里救上来的 侯山把我打晕了之后 就把他们抢走 送到你们这里来了 我现在可以不要人参 不过我想恳请里长 把那只受伤的狐狸还给我 常遇双听的这话 竟是一阵义愤填膺 侯山这混账东西 简直可恶 爹 你可是咱们村的里长啊 你得好好制止他 有事生怕以后 收不到侯山送的东西了 荒芒挖了常遇双一眼道 你个死妮子 你怎么知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小心他说假话骗人 常遇双盯着杨善道 杨善为人一职老实 村里人哪个不知 哪个不小 他肯定不会骗人的 谢谢姐姐这么看得起我 杨善为言 荒芒弯腰抱犬向常遇双行礼 常遇双暗道 这人倒是真懂礼节 可不像侯山那斯 看到自己 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你说那狐狸是你抓的 可有什么证据啊 常有才瞎着小九 像是有意要为难杨善 杨善沉吟片刻 指了指脚上的绑带道 他掉进陷阱里 后腿受伤了 说把他救上来 敷了草药 用绑带做了简单包扎的 那狐狸后腿确实受伤了 常有才和柳氏刚刚都见过 因此单凭这一点 他们也能断定杨善没有撒谎了 然而 柳氏不想把那狐狸给杨善 因为他想用狐皮做个披肩 便又刁难他道 你那绑带上写名字了吗 这这倒是没有 杨善断然地摇了摇头 柳氏赶紧说道 既然没有名字 那就不能说明那根绑带是你的了 自然也不能说明那只狐狸是你救的 既然不是你救的 我们自然也不能还给你了 可 可那根绑带 是我从腿上扯下来的 说着 满脸焦急的杨善 又指了指自己的左腿 柳氏可不想跟他狡辩 便催促常有才道 老爷 这小子不请自来 私自翻入我们家大院 可没安什么好心啊 你看今天该如何处置他 才能让他长长技行 就在这时 猴山端着一盆 香喷喷的兔子肉进来了 俗话说 仇人见面 缝外眼红 杨善等这小子 把兔子肉放到常有才面前 便抓住他一山问道 猴山 你为什么把我打晕 抢走了我的人生和狐狸 哼 那狐狸可是掉进了我挖的陷阱中 自然就是我的了 还有 那两个人生 可是你自己说 要送给我的 猴山狡辩着 丝毫不提他打人的事 杨善急着解释道 我是说过要把人生给你 但前提是 你要把那只受伤的狐狸给我 我好像明白了你的意思 唐友才大概听出了个眉目 便指了指杨善道 是你发现了那只狐狸掉进了陷阱中 然后将它救了上来 又替它包扎了伤口对不对 正是 里长大人 杨善点点头 猴山也不好吱声 唐友才又到 这个时候 猴山出现了 他说那个陷阱是他挖的 掉到陷阱中的狐狸自然也是他的 于是 他向你索要那只狐狸 而你 又想把它留下来 就用挖到的两根人参 要跟他做交换 是也不是 确实是 杨善再次点头 常友才这时忽然指了指猴山道 可是你小子不地道 不仅趁杨善不备 把他打晕了 还抢走了他身上的人参 夺走了他手里的狐狸 baby 听到这里 常玉霜忍不住朝猴山骂道 猴山瞬间不淡定了 赶紧指着杨善道 不 李长 他在撒谎 那 那两根人参 明明是我在山中挖的 可我刚刚明明听你说 那是杨善送给你的啊 长友才冷声道 长玉霜也附和道 没错 刚刚我也是听你这么说的 猴山不好再狡辩 只得去向柳氏使眼色求救 柳氏赶紧转移了话题道 不管狐狐狐狸是谁抓的 反正跑到咱们家来偷东西就不对 我 我真没有偷东西 我只是想放了那条受伤的狐狸 杨善又急着争辩 常有才不解道 你为什么想放了他 因为他可怜 他的同伴求我救他 杨善直言道 常玉霜听了不由的暗暗点头 这小子真是个善良之人 作为一个里长 常有才对这个杨善自然也是了解的 而这次的对话 更让他对这小子刮目相看到 你小子还真是个菩萨心肠啊 好吧 今天我就卖你个面子 把那狐狸和人参 一并还给你 老爷子 他可没说要人参啊 柳氏听了十分生气 还想把那人参留下 常玉霜赶紧说道 娘 都是人家的东西 咱们又不缺这点 干嘛不还给人家 夫人 那人参我可以不要 全当是孝敬你们的 我只要那只狐狸就好 杨善又道 柳氏听了这才有些欢喜 最终 常有才把狐狸给了杨善 而杨善也没有人参 只带着那只狐狸 迅速离开了常家 等他一走 常玉霜也把侯山赶出了家门 经过了这件事 常玉霜竟对杨善心有所属 而侯山 不仅恨死了杨善 更恨死了常有才 他知道这老小子 不会把女儿嫁给他后 便跑到乡里 把常有才女儿 长得如花似玉的消息 告诉给了花花公子 肖玉仙 这个肖玉仙 仗着他舅舅是广原县令 成天就欺负柔弱之辈 横行相礼 由于这家伙还特别好色 许多良家妇女 都遭过他的毒手 得知常玉霜还没过门后 这家伙直接让媒婆 上常家去提亲了 常有才虽然是个礼长 但出了本村 他连个屁也不是 他如何敢招惹 有钱有势的肖玉仙 只得秦之类答应了 这门婚事 常玉霜得知这个消息后 一时想不通 竟绑了跟白玲 准备悬梁自尽了 还好 柳氏发现得及时 才把他救了下来 这个自私的女人 为了活命 不由地哭着脸 对常玉霜说道 我苦命的孩子啊 你走了之后 你让我和你爹怎么活啊 你有没有想过 那个肖玉仙三天之后 上我们家来接人 我们却把你的尸体 给他的话 他还不把我们 大写八块吗 好像是这个道理啊 听说那个肖玉仙 不仅心狠手辣 还是个牙字必报之人 如果自己死了 那他肯定还会找爹娘的麻烦啊 于是 为了父母 常玉霜只能含够忍辱地活了下来 三日之后 萧玉仙迎娶九一太常玉霜 为了显示萧家的阔气 这小子请了八台大轿来长家接人 常玉霜从上轿 一直哭到了下轿 然后又哭到了洞房 而萧玉仙这家伙 则一直笑个不停 因为他娶的这九一太 比他以前娶的所有婆姨都还漂亮 为此 他还特意赏了一壶好酒给侯山 当天夜里虚实 萧玉仙迫不及待地进入洞房 吹灭了蜡烛 在那一刻 常玉霜的哭声戛然而止了 取而代之的是萧玉仙的几声惨叫 当时 院子里的宾客还未散去 喝酒划全生此起彼伏 因此众人根本没听到 萧玉仙的惨叫之声 第二日午时 萧家人还不见这小子起床吃早饭 便派了个家丁前去新房探问戏情 谁知那家丁叫了半天 无人回应 他不由地用手将虚掩的房门推了一把 走到新床前一看究竟 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啊 宽大的洗床上 竟躺着一具赤条条的尸体 在尸体上 俨然还有两只毒蛇在慢慢蠕动 那具尸体 无疑是萧玉仙的 而新娘子长玉霜 却不见了踪影 据说长玉霜出嫁的当天 杨善和他母亲就失踪不见了 后来萧家人去常有才夫妇的麻烦时 竟发现他们也不见了 这件事情过后二十多年 侯山这次也渐渐老了 有一天 他又去山里狩猎 然而那天雾大 他走着走着 竟不知到了哪里 那里一片鸟语花香 有山有水 有几间茅草屋 还有几个人 正坐在院子里吃着野果 说着闲话 侯山悄悄摸上去 仔细一看 才发现那几个人 竟是杨善和常玉霜 以及常有才夫妇 他们的容貌 竟跟二十多年前一模一样 侯山以为自己 见到不干净的东西了 吓得急忙把腿就跑 谁知没跑得起步 两只白色的狐狸 就堵住了他的去路 这时 杨善拉着常玉霜的手 从院子里走出来 笑着对侯山说道 这不是咱们村的老熟人侯山吗 是啊 相公 如果不是他 咱们还不能走到一起了 咱们应该请他进屋 喝杯喜酒才是啊 常玉霜友善地对侯山笑了笑 侯山吓得面色惨白地问道 你 你们是人不是 我们当然是人了 侯山你别怕 我们只是到了 另外一个桃园世界而已 这里的水很养人 所以我们的容貌才没有改变 杨善笑着道出了原味 原来 是那两只白虎带杨善来这桃园世界的 当年 也是这两只白虎 抓了两条毒蛇 丢到萧玉仙床上 而杨善 则在他们的带领下 潜入萧玉仙房中 救出了长玉霜 为了防止萧家人的报复 这小子便把长有才夫妇 连同自己的老娘 一同接到了这桃园世界 侯山听闻此事后 竟是一阵虚虚不已 他望着那两只白虎 连连感叹道 为什么我就没遇到 这么好的事情呢 还没念的几句 这小子忽然度火攻心 口吐鲜血 一命呜呼了 至此 再也没人知道桃花园的秘密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感谢您的观看